餐饮业还有观光的行业都需要扎实的技术还有服务的精神 经验传承和训练更是不可少 那么桃园市玉达高中餐旅群就举办了新生拜师感恩典礼 依照古礼向老师们来行拜师礼彰显了尊师重道精神 桃园玉达高中拜师礼仪遵循古礼进行 近300位新生向至圣献师孔子像献博献爵献果 接着新生代表向老师及主厨进献述修六礼 同时行三桂九寇百师大礼 再由四位师长带领同学一同敲击象征宣扬政教 阵容罚馈的目夺表示教化不绝心火相传 主要的仪式是遵循中国的一个鼓礼 透过我们的学生向我们的师长代表行三桂九寇 进献述修以及目夺教化的传统的鼓礼 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来激发学生 尊师重道向学的精神 同时也对他们外来的学习有一个启发 那当然也要特别去感谢我们的师长们 平常对于参旅区学生的教导 所以这个机会呢也是在感谢我们的师长们的付出 今年一位学生代表唐富瑜毕业于平正国中 他对未来志向很明确 在服务别人的过程中体会到愉悦的心情 另一位学生代表图湘芸 从小跟着家人烘焙对烘焙产生浓厚的兴趣 国中时期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记忆竞赛 当初想要选观光科的原因是因为未来有个目标 是想要成为饭店业的主管那些 因为我觉得第一就是服务别人很开心 然后又是客房服务很酷 对 然后未来是想要录取高雄餐饮大学的餐饮馆的戏 我会想读这个戏是因为国小就有跟家人一起做烘焙 做甜点就觉得做那些很有趣 然后将来也想往这个方面发展 然后国中也有参加过记忆竞赛 然后就是也是烘焙的 然后我将来高中就想要冲向烘焙选手 许昊峰校长表示餐饮及观光是台湾的经济命脉 随着疫情的结束 这方面的人才有庞大的需求 期许老师们能全心投入教学 传授学生专业知识及技能 也期许学生们未来在校园或者投身职场都能有所表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